众音虽然各地千变万化 但是不管怎么变 它都是高和低的组合 不会像中文有二声三声 在同一个音当中上扬 日文众音只有高低 所以这点要先知道 另外 它有两个基本规则 第一个规则是 第一个字到第二个字的众音一定会改变 所以不是低高 不然就是高低 第二个规则是 只要众音下去之后 它就不会再高上来了